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跟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 Hello Della好 大家好 上一集你就帮我们的听众分享过 如何在类风湿关自然的成因、分类之后 用了自然医疗的方法 用日常的饮食、营养素、草药去治疗 相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处理过很多病人 除了用这些方法之外 也会用到同类疗法来处理类风湿关节炎 我知道同类疗法的功效是可以很惊人、很显著 以及成效也很好的 所以也想请袁医生再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经验 在我们处理不同的类风湿关节炎里面 其实同类疗法是有很多的经验 在临床的经验 我们的听众 我们晚一下有些听众可能都没听过 同类疗法是什么 其实同类疗法可以说是全世界属于第二大的医疗 它用的国家有七十多个国家 是有政府认可的同类疗法的医生 所以其实它这个是一个历史 都成250多年历史的一个非常之有长 同类疗法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 就是它用的那些疗法是由基本上由天然的物质 大部分人是草药、植物方面 但是有时候有毒动物的来源 有时候有些是用毒药 但是同类疗法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安全的疗剂的药物 为什么这么安全 你甚至说有些成分可能是毒药 蛇毒、蜘蛛毒 原因就是同类疗法的疗剂 所以经过处理过程是要将本来的物质 是经过一连串的稀释的 譬如有时候十分之一的稀释 有时候一百分之一的稀释 有时候用五万分之一的稀释 那就是不断地来到稀释稀释稀释 稀释到最后所剩下的物质 基本上是不应该有原来的物质的成分的 所以很多时候在同类疗法 在主流的医疗里面 通常他们会批评说这种同类疗法 是一种安慰剂 因为它事实上是没有物质的 但其实它是属于我们所说的 一个能量的医疗来的 事实上它真的没有物质 但它的效果是惊人的 是惊人的效果 那我们怎么去解释呢 很明显的 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思路 要超越我们目前的所谓的唯物论 一个比较简单些的 物质的世界的观点 其实同类疗法是属于一种能量医疗 可以在物理学方面 是属于量子医疗 量子物理的层次 所以它是一个虽然稀释到完全没有物质 但它的成效是非常之惊人的 先和大家介绍我们在同类疗法里面 我们过去是用在治疗类风湿的疗剂里面 是有哪些疗剂呢 其实很多很多 我只不过先介绍一些比较常用得着的 第一个疗剂是naturum muriaticum naturum muriaticum 基本上是盐来的 是吃盐的盐 这个可以这样说 是首选的疗剂 如果我们能够忘记了其他疗剂 你想想这个 naturum muriaticum 是类风湿关节首选的疗剂 如果我们认识疗剂的症状 其实很多一些一般性的关节症状 这个疗剂都有的 比如一般性的关节症状 会痛 僵僵硬了 关节的肿胀 还有很多时候 有一种这样的性格在 什么性格呢 大家在治疗里面 很多人都会强调到 其实我们每一种病的背后 都有个情绪结在 有个情意结在 原来在痛恶疗法里面 我也是很考虑 全面考虑到 每一个疗剂背后的性格是怎样的 好了 炎的性格是怎样的呢 大家可能都听过圣经的故事 有一个叫lots wife 上帝要承罚这个城市里面的人 很腐败啊 很荒唐的 上帝就要把他烧死 然后他就叫那些城市的人 要离开 其中lots和他太太 家人就要离开 记不记得呢 上帝就和他千足固万足固 千万不要回头望 是 ok 那我相信 我小时候都读过这个圣经故事 那在逃跑过程的情况 那lots的太太呢 就是很怀念古时 旧时那种情况 他忍不住 他就向后一望 那结果发现了什么呢 他就上帝呢 就将他太太呢 就变成一个盐柱 一个盐柱 那盐呢 其实呢 在那个性格上就是这样的 他们呢 有一种很怀旧的 就是很不舍得过去 以前发生过的事 那和呢 他很多时候呢 就有一种抑制的情绪 有一种不开心的事情呢 他们是抑制着 有时候很多不满 那对很多过去的事呢 就不能够宽恕 也都不能够 就是那个忘记 那我们在治疗里面呢 我们都很强调呢 其实很多种病呢 其实都是跟我们那个人的性格呢 是有关系的 那盐柱的性格就是这样 他是坏 柔紧 即是很 很弱的所谓 是 等于你的关节呢 是有问题的时候 很僵硬 那样的 那他也是不能够释怀 不能够放开的 就是这样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是炎型这个疗剂呢 炎这个疗剂呢 是很多时候呢 是适用这些这样的 那样的 那样的 那当然了 他还有一种 同类似法也好 很强调呢 就是炎型的人呢 有他的每种疗剂 有一种体型的 那炎型的人呢 是比较瘦一点的 那还有呢 瘦得来呢 你会发现呢 他的脖子那里呢 是特别是瘦瘦的 嗯 那他人的性格呢 是很沉默的 啊 很多时候呢 就将那些内心的 那些 那些 情绪是不会说给人的 那很多东西呢 是抑压住 收住 他人是瘦瘦瘦瘦 还有呢 炎型的人呢 是很喜欢吃什么 很喜欢吃咸东西的 所以他就是炎了 那好了 在同类疗法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 过去的发现呢 这个呢 差不多是首选疗剂来的 那如果你有机会 你认识你的朋友 是 如果你发现 你的朋友呢 就是有些女风湘性的关注 你看看他的形状呢 嗯 看看他是否稀稀稀稀稀 OK 性格呢 都是内衔收藏的 那有时有些不满的 旧时不满的东西呢 是会永远是放不开的 嗯 那如果你是遇到一个 一个人是这样的性格呢 而这样的 女风湘呢 那女性比较多 是 我刚才都说过呢 尤其和大家提及呢 是 女风湘性呢 女性是比较多些的 那这个疗剂呢 炎这个疗剂呢 是会很大机会呢 是帮得到他了 嗯 正如刚才医生呢 开场的时候呢 就是说 可能我们有一些部分的听众呢 都是刚刚加入来听 我们这个圆网台呢 可能就不太认识 同类疗化 那他刚才解释过啦 其实呢 就是将一些物质呢 稀释稀释 是一个能量医疗来的 所以刚才讲的解说 讲解这个炎型的时候 医生呢 除了说 这个疗剂可以对于那些 就是说 那些关节痛啊 很僵硬啊 有肿啊 这些的时候呢 其实也都关系到呢 他那个人那个的性格 那所以呢 是一个全面性的那个 是不是单纸 就是同类疗剂 不是单纸呢 是针对着某一个症状 那个问题 其实是将整体 整个人的那个 体质呢 都有机会呢 是去去 去调理啊 去去改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刚才如果医生之后都提议 啊 如果呢 有些听众的朋友 认识到有你的亲人 或者是 虽然是有 这个关节炎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呂风湿关节炎这个问题 而说起上来 又跟刚才说的 他那些的体型啊 性格啊 他那个的症状呢 有相似呢 就可以试一试 那所以呢 大家不要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说医治这个 这个疗风湿关节炎 又说一下 人的性格 在我们在整体的同类医疗里面呢 是一个整存性的人的 不是单单一个 一个症状 好 麻烦袁先生你继续 好 另外一个疗剂呢 就是呢 叫做白头翁 Percotella Percotella 也都是很多时候是女性 比较上 用得多的疗剂 那Percotella的症状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呢 他那个症状呢 他的症状呢 他的痛呢 可以这样说呢 是走来走去的 很游走性的 那种痛 那种痛错 当然在同类医疗法呢 我们都会考虑的 比如有些疗剂呢 他的痛是固定的 有些疗剂呢 是容易走来走去的 那我们要看那个辩证的时候呢 我们要了解很多 关于这个病人 当时的情况的 那那个白头翁呢 就是这种这样的 是容易游走性的 那有时候呢 就会 还有呢 那个白头翁 那个人的性格呢 就是很 比较上呢 是很 很 很开放 很开朗的 就是他很多时候呢 他就不是好像 因为嫌疑的人呢 将情绪呢 就很容易呢 是收收埋埋 是不会放出来的 是 白头翁呢 是很容易表露到自己的情绪 也很容易哭 嫌疑的人呢 就不容易哭的 他会收收埋埋的 但是呢 白头翁的人呢 他是很容易呢 情绪上呢 是很容易呢 释放出来的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他们都是会 就是 那个痛症呢 也会容易 喜欢走走去 那和那个性格呢 是很不同的了 那是很 很女性化 很多 很多小朋友呢 我都很多时候呢 发现呢 白头翁是一个很适合的尿剂来的 那和呢 白头翁那个症状呢 如果他的关节痛呢 他发现呢 是用冻呢 处理会舒服一点的 会冻肤会舒服一点的 那另外一个尿剂呢 就是野角了 野角就是Rustox 那野角这个尿剂呢 都是呢 属于一种呢 就是会 就是喜欢动动的 喜欢动动的 因为他发现呢 野角通常呢 我经常有一种 形容他们呢 就好像一种 删了兽的门教那样 嗯 你知道呢 删了兽门教呢 你的门呢 就是初初开始 删了兽的时候呢 有很多音琴声那些 这样的门教声的 那些 sauce 但是呢 你应该多动动得多呢 嗯 它就会越来越顺利 越向上了 就是没有拆声音的了 那样 就会滑滑滑滑 będzie了 那野角呢 就是这种这样的正形 那么很多时候那些人呢 就会觉得呢 当他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一起步呢 是很痛 很痛的 因为那些很僵劲的 但是它起回了之后,转身一轮,冲在暖水量和热水量,它就会鬆回来 好像润滑油那样,鬆回来 这个就是野角形的雷风湿的关节炎 所以它们觉得在动动下就会舒服,起步是困难的 另外一种疗剂,我们叫做白蛇根,Bryonia,Bryonia 白蛇根的症状跟野角相反 野角就喜欢动动,因为它觉得动动会舒服 就算它有类风湿也好,它也喜欢去玩跑,做多一些儿生的活动 因为门教越不动,它就越生硬了,所以经常要动下去 就会舒服,但是白蛇根就相反的 白蛇根就千万会动它,一动就会痛的 所以你发现白蛇根的病人通常是缩在一角,不可以动它,不可以让它动的 所以在感觉上,你动它是一种撕裂痛,很尖銳的痛 而且白蛇根有时候就不像野角,野角就用热的枯,烈水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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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要大力压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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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它跟刚才所说的野角很相似 都是比较动一点 但是野角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 病人会告诉你 我好像天文台 如果快要打大风 我就会知道 我的关节就会痛起来 如果有个病人可以告诉你 你记住 在打大风将临 不是未来的时候 未来的时候很多疗剂都是这样的 潮湿、天气、打大风、气压低 但是Rhododendron 杜娟花在打大风之前 来临之前就开始冬起来 还有一个症状 杜娟花的人 很多时候睡觉的时候 他的脚要交叉 他会觉得舒服一点 要不然他睡得不舒服 这个就是杜娟花 再跟大家介绍 另一个叫做Lidum Lidum Palosum 我们叫做迷迭香 迷迭香的风湿症状 通常是由下方上的 由脚香开始慢慢地向上蔓延下来 通常是急性慢性都会出现得到 通常迷迭香的症状 通常这个关节 当时急性发作的时候 它会肿的 会热的 但是就不红的 你记住了 通常这些关节 会有红肿的 对不对 它就会肿 很热 但是未必有一点红的 而且迷迭香这些肿 通常是白的 是青的 没有血色的肿 而且晚上会比较差 要冻肤 整个冰下去 它就会很舒服 所以很明显 你会发现 它很多时候 将那个环柱 即是瘦患的 即是脚 关节痛 它就会伸出来 伸出来 不喜欢 就在床上 有时候你问它 你痛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做 有什么做得 那一般人的关节 通常就是 喜欢拿一些热的东西 擦一些东西 擦一些药油 通常会发生的 但是 迷迭香的症状是相反的 最好是拿一盆冰水 给它浸下去 它就会舒服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知道 这个症状是迷迭香 嗯 好 员先生 一口气 帮我们分享了 有六种疗剂 我们先休息一会 一会儿 回来 我们继续回来 今天的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 内风湿关子炎的同类疗法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站 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内风湿关子炎的同类疗法 余先生 上一节就帮我们介绍了六个疗剂 相信 听下去 那六个疗剂 都很多时候 如果真的有关子炎 尤其是内风湿关子炎的朋友 都会出现了这些症状 可以从中看看哪些 有些是热肤会好些 有些是冬肤会好些 有些是晚上又差些 大家可以从这些 的症状方面 来减损疗剂 尤其先生麻烦你帮我们再继续 希望我们大家听众 听过节目的 尤其是我们讲很多关于同类疗法 都会了解到 同类疗法 医病有很多不同的疗剂 虽然同一种病得好 因为很多时候 我会被问起 有些病人看症的时候 他们很多时候 就会问一下 亲戚的朋友 或者亲戚的其他问题 我最记得最近 有一个朋友 问起来 原来他有一个朋友 最近进了医院 那他什么原因 有医院呢 他就是有那种医生 就说他 他是发高烧 那为什么发高烧呢 原来他说 血里面呢 是很多些菌进去 嗯 有很多些E.coli E.coli 是大肠抗菌 大肠抗菌 那他问我们 我们怎样 有得医 那我当然是有得医 这些东西 就是 我叫Septicemia 或者 那种菌入了血 那通常的症型 就是会很高烧的 那他就问我 怎样去医 那问题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在 同学疗法里面 任何的问题 任何的病 其实呢 都是有不同的疗剂 就是视乎那个症状 对不对 就是好像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比如同学疗法 我们基本的同学疗法 有他的特别的症状 有同学疗法 就是那个 雷锋湿的关子炎的症状 但其实呢 是每一个疗剂呢 是除了那个 那个 那个雷锋湿关子炎 那个 本身的病症状 是有其他 很特異的地方 是的 就是不是 所以我看到 就是不是那么简单 是的 我就可以说出 你哪个疗剂 医那个特别的病人 是的 因为每个人呢 都有他的不同的地方 是的 我们刚才也听过 我们需要呢 要很小心呢 拿完这些资料呢 再由不同的资料呢 辨证之下呢 找到哪一种疗剂呢 才是最适合它 嗯 记住大家这个情况 好了 再跟大家介绍多几种疗剂 其中一种呢 就叫做 Kalibichromicum Kalibichromicum 是重落酸甲 就是一个抗物炎来的 那这种的类风湿 Kalibichromicum 这种类风湿关自然的症状呢 通常呢 是有周期性的 就是循环性 有周期性的出现 那么很多时候呢 他就会和其他病 比如胃的问题呀 或者呼吸问题 是交替出现的 嗯 意思就是说呢 很多时候呢 当他那个胃病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呢 他类风湿关自然呢 就会停对的 就没有了 或者当他呼吸症状出现的时候呢 他那个 比如哮喘的症状出现之后呢 他那些关自的症状呢 他那些关自的症状呢 就会好一点的 那这种叫做交替性的 那Kalibichromicum 就是重落酸甲呢 就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的 那还有呢 还有几个特别的地方呢 他这个Kalibichromicum 这个療剂的症状呢 那种痛呢 是很有趣的 是一点的而已 病人基本上 我告诉你呢 我痛了呢 是用手指点出来的 嗯 是用手指点出来的 嗯 所以这种痛是很有趣的 不是很广泛性的 是一点的痛位的 即是不是很像一个关节 整个关节那样 而是他在那个关节位 就只是那一点痛了 是的 他是说出那一点痛而已 是很有趣的 那还有呢 那个症状呢 都是有不同的位置的 也都会游走成的 会走来走去的 所以部位又会转的 OK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这种的痛症呢 可以突然之间来 突然之间走的 嗯 所以呢 还有呢 我曾经说过呢 他是有一个周期性的 譬如可能呢 他这个痛症呢 就是每隔一天的 下午或者某个时间 那他就出现了 嗯 其实很多人的头痛都是这样 是 我最近有个病人 他头痛是每星期一的 哈哈 Blue Monday 很有趣的 星期四是星期一的 那就是这样 那就是你看到 我们在唐河疗法呢 这种叫周期性 是periodicity的 嗯 那还有呢 那还有呢 Kalibig这个症状 那种痛呢 有的时候呢 他痛呢 会在凌晨2点到4点之间 是最厉害的 OK 好了 那还有呢 我经常这么说呢 每个疗疗法呢 有他的特别的疲性 那在Kalibig的疲性呢 通常这些人呢 做事呢 就是很仔细 好 好 就是 就是 分得很清楚的 嗯 小小事情呢 他都会 就是会很仔细 去来到 去尋找 那个问题的 答案的 那所以呢 就是你看看呢 你看看我们的 同学疗法治疗里面 其实我们的 考虑真的很多事情 多方面的 考虑才有 有办法帮助他 好了 那 跟着另外一个疗剂呢 也是常用的疗剂呢 就是Ruta 云香 OK 云香呢 通常呢 是用在一些 骨膜表面 的 发炎症 那很多时候呢 就是和创伤有关 有时候 一些不小心的人呢 就一直 撞到 骨 骨的 表面 里面呢 就跟着 骨膜发炎了 那 还有呢 这个 云香的症状呢 通常呢 在这类的位置那种痛呢 就比较上多些 那很多时候呢 都是很 会和那个 创伤 受伤的机会 大些的 那还有呢 他的病位呢 很多时候呢 是会在 手腕 或者捉捉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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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呢 云香的 那个症状的人呢 是很多时候呢 他是很不安 是喜欢 动动 要不断地转换 位置 如果他在床那里睡呢 他也是会 转来转去的 转转反側 那样的 那也是呢 云香呢 就和那个 野角 相知的地方呢 他都喜欢动动的 就像野角那样呢 他喜欢去走的 那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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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但是呢 云香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 那 云香呢 就走得很久都可以的 但是云香呢 走到那样的 他就会无力的了 OK 那所以有时候呢 你见到一种 这样的关节的 关节炎的问题呢 那个病人呢 会和他说呢 他说他的脚呢 除了痛之外 他想动它舒服呢 但很多时候呢 他觉得呢 是发不了力 就是好像发软体那样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云香的其中一个 一个 一个表情来的了 好 那 就还有下 其实很多很多的 我也跟大家再分享 多几个疗剂 另外一个呢 就叫做 Colophyllum Colophyllum 英文叫做 Sigma Sigma 那 那 我先讲一个 简单的个案 这个真实 在那个医学杂誌里面的 一个以前的个案 很特意的 嗯 那这位医生呢 就遇到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呢 是 叫做婚40岁的病人 那他当时呢 他去看症状的时候呢 他就有出现那个 那个 分离颈 嗯 很久的分离颈 但是这个病人呢 也同时呢 是怀胎 他已经怀孕了七个月了 OK 那么当然呢 他除了那个分离颈的痛呢 他还有呢 他那个手指的关节呢 全部呢 是又肿又痛的 OK 那么 他变了呢 他痛到呢 就是 差不多是没有办法休息的 OK 他睡得睡不到的 他唯一一样东西 觉得会令他舒服点呢 就将整个手指呢 就浸到那些 那些戒末那里 嗯 那些黄色的戒末那里 那都是热啦 是吧 那他会舒服点的 他整个手指浸下去才行 那当时那医生呢 就开了那个 那个 那医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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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医生的通力 是舒缓了的 可是呢 同时呢 就令到那个病人 那医生呢 这医生呢 这医生是怀孕了 后の7个月 他的手指痛就会回回来 事实一样,如果能够舒缓手指的痛 他就会产生作动,就是要早产 当然,遇到这个情况之下,病人都没有办法 都处理不了,结果就唯有等了 他就让病人先生了小孩 发现小孩生了小孩,出现很多胎盘慢慢流 流了一轮,有很多大量的血 一段之后,他才平静下来 但当时他生了小孩之后,他变得很虚弱 又有阵阵阵阵阵阵 手指的痛当然是全面回回来 很痛很痛的 在那个时候,这个同学疗法的医生 很出名的,Dr.Nash 很出名的同学疗法医生 他试过很多其他疗剂 比如安妮卡,生甘车,Sabina,Sakali,硫黄 全部都试过,但一点都帮不了 最后,因为那个女士已经生了小孩 他就放了一个重剂的Clorophyllum-200C 给了他,给了他之后,立刻很快全面回回 所以,Clorophyllum是一个疗剂 是一个疗剂,很适宜用在一些小的关节 手指的小关节里面的痛 很多时候,会适应女士是比较多的 所以你看到,同学疗法是仔细到要这样的 有时候,性别也有些关系的 好了,同学疗法里面 也有一种疗剂叫做Corsicum 叫做阿圣纳 Corsicum是很好用的 很多时候有些人会拌手指,手指硬了,僵硬了 遇到,就有疗剂,又是硬了 所以,要拌一下,拌一下 当然,有时候人们缩拌一下之后,会比较舒服 遇到这样的情况 即是,关节硬了,根是缩了 那些呢,那我们这个呢,就是Cocicum,一个很好用的疗剂来的 那当然啦,这些这样的根缩,就不要要求呢,一吃就立即会鬆回来 就是它会一路这样舒缓,一路舒缓,一路舒缓 那直至到呢,全面就是好了 那你看到呢,在这些这样的,关节炎这个问题呢 就是在我上次都跟大家分享过 在院时的西方医疗所用的工具呢,其实是没有一个可以根治的 全部都是指标不注冠的 但是在同学疗法里面呢,我们有这么多这些这么好的疗剂 相信呢,我曾经所形容几个疗剂那种情况呢 大家都有机会呢,是会观察得到 你相熟的人里面,朋友里面呢 可能都记得呢,哦,是哦,好像某某的疗剂啊 那所以呢,其实呢,雷风湿关注是不用怕的 因为有同学疗法在这里 嗯,是啊,上一集我们呢,医生也都分享过了 西医现时的那个用的方法 那因为他们界定了是一个自身免疫症呢 基本上在那方面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做得到的 那而用那些的所谓的雷孤唇啊,非雷孤唇啊 或者这样的止痛药,只可以呢,就是抑压了那个痛症 但是所产生出来的附属呢,远远比这个雷风湿关自然呢 更加伤害到那个身体 那所以呢,有时呢,都是,哎,你这么痛,去不去医呢? 但是其实,在我们上次介绍了一些的食疗的方法 一些的草药啊,一些的营养补充剂之后呢 其实同类疗法呢,更加呢 是有机会可以呢,将那个情况呢,是一路跟着下去的 那当然,刚才听过了,其中有一个疗剂,像星麻的疗剂 在一个医生的临床上显示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说,它可以在一些的情况之下 是舒缓了那个病人 但是也都可以,一剂就可以将它差不多可以跟着 那也都有开场的时候也都提过 这个同类疗法呢,虽然用了有时一些物质呢 甚至乎一些毒药的物质呢,我们都用到 不过它已经稀释了,没有了那个物质的成分 所以是一个最安全的医疗的方法来的 那如果刚才朋友听到的时候,又不太认识 但是又想试一下呢,其实,你用到 我们介绍了10只疗剂,你用到一只疗剂 可能未必是说最适合,可能是做到一些的效果 但是,起码不会产生一些的不良副作用之余呢 亦都不会将病患者的情况是加重下去的 只不过,未达到这么理想的预期效果 因为可能你在碱酸的尿剂里面 只是看到一个部分 但是这个,都可以说到给大家 是有一些的方法可以帮到医治 不是等于西医界就是说没有办法的了,没有办法的了 还要有那么多其他的副作用 那我们今天就很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我们袁医生做的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还有我们定期也会举办一些同类疗法的课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我们的网址 也会有些资料显示出来的了 谢谢你,今天是袁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